他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吗 吴凡随意问道 很严重 我知道一点点 当时外科医生和妇科医生 在处理他的伤口的时候 都震惊到了 后来都跟我说了 他是应该是被十几个男人一起轮流那啥的 而且那十几个男人呢 非常残暴 嗯 还有强烈的虐待心理 在对他那个的时候 对他进行了折磨 还有什么滴蜡烛啊 什么鞭子抽打滴 所以他全身都是红肿的 特别是有些部位真的是惨不忍睹 你可以想象一头母猪是什么样子 就知道他当时有多惨 现在虽然已经给他处理了伤口 但是他的身体其实应该是很痛的 所以我们不把他烤起来的话 他会忍不住的 只要稍微去抓这些伤口 肯定就会痛得要命 院长一脸后怕的表情说道 听了院长的话 无凡在心里暗自高兴 幸好这个杜秀秀 现在是精神失常 如果是他是清醒的话 那该承受多么痛苦的折磨 有道是有得就有失 福西或所藏 或西服所以 任何事情都没有绝对 所以即使是在身处绝境时 也不要放弃 因为机会可能随时出现 吴凡 你这个混蛋 你还敢来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畜生 你害得我好惨啊 你这个畜生 吴凡刚进去时 杜秀秀手指着他 呲牙咧嘴地尖叫 还好 刚才院长已经跟吴凡 讲了杜秀的情况 要不然吴凡还以为他精神正常 正在痛骂自己呢 吴凡不再多说 而是上前把受搭在了杜秀秀的手腕上 畜生 你还敢动我吗 畜生 你不得好死 吴凡 你这个畜生 杜秀秀还在不停地痛骂 闭嘴 你这个臭女人 你安静一点不行吗 吴凡是来给你治病的 你还在这里骂骂咧咧的 这是罪有应得你知道吗 院长忍不住指责杜秀秀 骂了一句 畜生 吴凡 你还敢咆哮 你信不信老天爷会收了你 杜秀秀依然在喊 在院长还想说什么时 吴凡伸手制止了他 那意思很明显 这个女人精神不正常了 没必要去跟他计较 随他怎么说好了 过了一分钟后 吴凡把受松了下来 院长急切地问道 怎么样啊 能不能治好 有没有希望啊 不过他这种臭女人吧 我觉得还是不要治好了 否则治好了之后 他依然会本性难改 说不定还会做出什么坏事来 吴凡摇了摇头 也没有否认院长的话 因为他觉得院长说的很有道理 像杜秀秀这种人 按道理确实不应该治疗 但是吴凡就是心态善良了 觉得不治的话 好像就对不起他的那个父母 院长 你安排人把他放下来 然后把衣服这些都先脱下来 我要给他治疗 吴凡明确地说道 意思就是能治好啊 这还能治好啊 院长有些不敢相信 我有把握 让他不再疯疯癫癫 也就是说精神病不会发作 但是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就算精神正常了之后 也会失去全部的记忆 以前的事情都记不了了 那不更加好吗 他记不起以前的事情 内心就不会痛苦 而且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么坏 完全像坏了一个人似的 院长有些惊喜地说道 对 我也是这个想法 希望他能把以前的全部忘记之后 没有痛苦 也没有再坏心 就像一个普通的平凡人一样 度过这一辈子 吴凡一边说着 一边掏出了银针 院长马上安排了四个女的护工过来 把杜秀秀的铁链剪开 然后把她摁在床上 把她身上的布料全部除掉 用布袋把她的手脚固定在四个方位 好了 吴凡队一直看着自己 在等待下一步指示的院长说 你们留下一个女的护工 在这里协助我就可以了 其他的人都先出去吧 吴凡 吴凡你放开我 你敢动我的话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就在这时 病床上的杜秀秀又大叫了起来 那个留下的护工吓了一大跳 因为她以为杜秀秀突然清醒了 在怒斥吴凡呢 吴凡对她说道 不用在意她 她是精神病 精神不正常 还在想着发病以前的事情 紧接着吴凡把银针消毒后 刷刷刷地插在了杜秀秀身体的几个部位上 旁边的护工看见这一幕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么多的细小的针扎在身上 能不痛吗 不过院长之前就交代了她 叫她只要配合吴凡的一切 听吴凡的 不能乱说话 所以她也不说 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吴凡才把银针收起来 哇 吴凡忙完了时 那个护工忍不住说道 吴凡 你的医术真好 你看她刚才身上全部是种的 而且有的地方很红 看上去非常难看 给你这么治疗一下 身体已经基本上恢复原来的白嫩了 好好看啊 她的身材其实挺好的 只是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那么坏呢 当时还陷害你 也难怪她激动 吴凡在给杜秀秀治疗精神疾病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暗中把她受到的摧残伤痕给治好了 身上那些表面的伤痕都基本上消除掉了 所以现在的杜秀秀 基本上恢复了女人应有的那种白嫩红润 而且这个女护工也没有说错 其实杜秀秀的身材真的挺好的 要不然当时也不会被称为斑花 颜值其实也还过得去 只是没想到心那么黑 树靠根好 人靠心好 长得漂亮 也只是外在的东西 一具好看的皮囊 没有良好的内心 还是不行的 吴凡摇了摇头 对人就是靠心好 吴凡 他的精神病治好了没有 那个护工还是很好奇地问道 应该没问题了 他再过半个小时就能醒过来 你先帮他把衣服裤子穿好 吴凡非常肯定地说道 在护工替杜秀秀穿衣服的时候 吴凡就已经把银针收好 然后离开了病房 他怎么样了 在病房门口 院长非常急切地问道 估计结果是最好的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他的疯疯癫癫的精神病症状 已经没有了 但是换来了失去记忆的代价 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 老天爷是对他的惩罚 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那对他肯定还是好的 这样精神不正常跟没有记忆也差不多 现在虽然没记忆了 但是他会恢复正常的生活 对他和他家人来说 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院长非常真诚地说道 对 还有啊 院长 你有件事情要记住 就是不要对杜秀秀说 是我替他把病治好的 要交代他的父母 也不要跟他说 我曾经来过这里 吴凡又一次交代 一方面这是他低调的本性 另一方面他不想让杜秀秀觉得到时候欠自己什么 对于这样的女孩子还是少打交道的为好 好 没问题 我完全听你的 院长肯定地说道 吴凡点了点头 随即就朝院门口走去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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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怎么样了 杜秀秀的父母追了过来 急切地问道 哦 医院的院长说了 他们能治好 而且刚才我看他们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 我其实在旁边也没有做什么 医院还是水平比较高的 你们可以放心了 吴凡说道 他并没有说真话 因为他不想让杜秀秀的父母知道是自己治好杜秀秀的 很快 杜秀秀的父母和院长等人就来到了杜秀秀的病房 此时此刻的杜秀秀依然是昏睡的 因为吴凡之前对他的穴位进行了封堵 要到半个小时之后才能解开 因为有了吴凡的交代 所以院长他们都充满了信心 在静静地等待着奇迹的产生 这是在哪里 这是在哪里 半个小时之后 杜秀秀突然睁开了眼 眼睛扫湿了一眼四周 茫然地问道 秀秀 秀秀 你醒了 你醒了 杜秀秀的父母激动地上前拉着他的手问道 你们是谁 我又是谁 这是在哪里 杜秀秀依然一脸疑惑地问道 啊 秀秀 你不认识我们了 我是你爸爸 这是你妈妈呀 你是我们的女儿杜秀秀啊 你 你怎么了 杜秀秀的父亲一脸焦急地说道 虽然之前院长就按照吴凡的意思 已经把杜秀秀可能的最好的结果告诉了他们 但是当真正面对着女儿什么都不记得时 他们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你们是我爸 我有爸吗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杜秀秀还是表情茫然地说道 哦 没事 就是你之前精神上有点问题 可能忘记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们回去吧 杜秀秀的妈妈赶紧说道 哦 你们真的是我爸爸妈妈 那就回去吧 这里好像有一股药水的味道 闻着不舒服 杜秀秀非常清楚地说道 看见他能如此清楚地表达意思 旁边几个人送了一口气 虽然明显看得出来 他确实是忘记了以前的事情 但是目前的杜秀秀 看上去非常的清秀 而且说话这些都非常正常 完全不像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 也就是说他现在好比是一张白纸 要重新描绘自己的人生 把以前那个有污点的人生彻底地给忘掉了 再换一个 这对于一个做过恶事的人来说 可能真的是最好的结果 好了 我们走了 谢谢你啊 院长 你们真厉害 临走时 杜秀秀的父母一脸感激地对院长说道 出现这种结果 虽然他们有一点点的遗憾 但是却也认为这是最好的 毕竟杜秀秀被凌辱的那一幕 绝对是杜秀秀一生最痛苦的回忆 而现在这种回忆完全没有了 那么他以后的人生肯定是轻松的 这样一来 他以前对吴凡做的恶 陷害吴凡的事情也不记得了 什么 杜秀秀居然没有死 还活过来了 而且精神病也被治好了 怎么可能啊 杜秀秀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消息 传到林氏集团冷忧耳朵里时 他又一点不敢置信 是的 我看见杜秀秀 没有一点精神错乱的 跟他父母一起出来的 听说之前吴凡进去过 可能是吴凡替他医治的 一个心腹对冷忧说道 冷忧点了点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个吴凡真正的厉害啊 上一次有人陷害他 他的灵魂竟然能出窍 去到医院找杜秀秀 杜秀秀受到极度惊吓后 把真相说了出来 而且后来吴凡从看守所出来 还把医院都束手无策的 老沈和吴小英 分不开的病给治好了 这一次又把精神病院 没办法治好的 杜秀秀的精神病给治好了 看来这个吴凡的确是一个 不简单的人 要和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做对手 还是要特别小心才对 冷姐 那还要不要对杜秀秀 采取什么行动 那个心腹进一步问道 不用了 暂时放一边 既然他已经失去记忆了 那就对我们也没什么危害了 冷忧摆了摆手 非常自信 他就是担心杜秀秀这个人 最后会把自己指使他陷害 吴凡的证据找出来 所以才找人去强奸他 顺便把他灭了 然后嫁祸给吴凡 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一方面杀人灭口 另外一方面又让吴凡 再一次陷入危机之中 现在既然杜秀秀已经没有记忆了 就再也不会危害自己 他当然没必要再去冒风险 毕竟杜秀秀被轮奸之后 已经成为警方重点的关注对象 如果再去找他的麻烦 很有可能会惹火上身 冷忧作为一个经验丰富 心狠手辣之人 对于如何避免惹火上身 还是非常有经验的 冷姐 那接下来怎么办 那个心腹请示道 嗯 我想一想 吴凡这个人确实有点诡异 我怎么感觉到有什么人 或者有哪一方的神 无形之中在保护他一样的 每一次他遇到危险都会离奇地化解 就像前几天 谁能想得到杜秀秀在医院精神恍惚 竟然看见了他的灵魂出窍 如果不是这样 杜秀秀怎么会吓得把真相说出来呢 要知道他在面对治安人员的训问时都能淡定自如 因为这件事情我设计得非常精妙 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 完全就和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 任何神探来了都找不出破绽 结果呢 才两三天时间 杜秀秀自己就说出来了 看来一切都是天意 要怎么对付吴凡 我还要仔细考虑一下 冷忧说完挥了挥手 让自己那个心腹离开 心腹离开之后 他陷入了沉思 要怎么对付吴凡呢 利用法律手段合法地对付一个人是最好的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其实法律表面上是非常缜密的 但是却还是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比如以前的敲诈勒索罪 就可以主动给人家一笔钱 然后再报警被敲诈勒索 十有八九能成功 不过 这种手段用来对付吴凡 似乎非常难 就算上一次杜秀秀诬陷 都已经让吴凡进了看守所 而且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破绽 就算天水县警方有吴凡的关系 想着要帮他 都无能为力 可以说 这是最好的用法律手段 来毁灭吴凡的时机 只是天知道是什么原因 吴凡的灵魂竟然出窍 如此诡异地吓得杜秀秀 说出了真相 并且随即收集了证据 让吴凡只在看守所待了三天 就全身而退了 那么这次派人真的强奸了杜秀秀 想要嫁祸吴凡再报复他 其料警方根本就不相信 而且很快就查到了 吴凡没有在现场的证据 至于是不是吴凡派人办这事的 似乎警方也根本不会去查 在天水县 估计警方在无形之中 已经认为吴凡是不可能犯错误的人 所以想要再用合法的手段 来让吴凡得到惩罚是非常难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除掉吴凡呢 这可是胡小英请自己来的最主要的目的 首先要除掉胡凡 接着才能除掉林妙 因为有吴凡的保护 要除掉她的老婆 林妙那是天难的事情 而只要林妙一天不死 胡小英就会担心 她总有一天会把林氏集团再夺回去 林氏集团可是胡小英 在被林天龙强奸后忍辱负重 楚心积虑潜伏 在她身边二十年 才终于搞到手的财富 再一次归还他们林家 这是胡小英无论何都不敢想的事情 啪 想了十几分钟后 冷忧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她咬牙切齿地说道 吴凡 既然你如此命应 那就怪不得我 我就直接把你的命给终结算了 紧接着她马上拨打了一个电话 在电话里 冷忧一脸杀气地说道 幽灵 我是冷忧 帮我办一件事情 不管你用任何手段 只要除掉了吴凡 给你们一千万的报酬 怎么样 哈哈 那边传来一个女的非常得意的笑声 然后非常自信地说道 冷姐 你安排的事情 没有商量 我们只能照办 何况就算不看我们之间的关系 就看在那一千万元钱的面子上 我们也会答应 而且一定完成任务 对了 那吴凡是什么狗东西 值一千万 吴凡呀 表面上很老实的一个人 但是 却意外地有功夫和极好的医术 以至于人缘也不错 我屡次想要合法地害死她 都被她神奇地避开了 她的老婆 是我们老板的死对头 随时可能把我老板的产业夺走 所以必须把吴凡除掉 一家大企业可不止值一千万吧 那是数十亿的产业 冷忧如此向对方说道 这样呀 冷姐 你放心吧 对付男人 并不一定要靠真功夫的 床上功夫就行了 那边的幽灵非常自信 不过 冷忧却提醒到 幽灵 切不可小瞧了吴凡 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 也就是说是神的力量 在暗中保护她 要不然 我也早就把她给解决掉了 好吧 冷姐 既然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 我和手下九大女杀手 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十天之内 把吴凡的人投喂狗 你一定能从警方通报里 看到战果的 那边的幽灵冷冷地说了一句 那就好 记住 一切要以自保为前提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 抓住你们的把柄 包括警方 不管成不成功 我们的姐妹都要全身而退 冷忧再一次交代 虽然杜秀秀被轮奸 并发疯这件事情 警方一直在替她保守秘密 以维护她们的隐私 但是有句话俗话说得好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所以很快整个天水线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大家在谈论杜秀秀的事情时 都在说是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千万别做坏事 否则一定会有报应 特别是在说到杜秀秀是因为陷害吴凡而遭到报应时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脸高兴的样子 这不是人们没有同情心 而是因为杜秀秀做得太过分了 要知道吴凡在天水线的农民心中 那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谁敢侮辱自己心中的神 自然不会原谅 吴凡回到四合院门口时 恰好碰见杨如柳从里面走出来 你怎么样 没问题吧 杨如柳有些关切地问道 我能有什么问题啊 好好的 怎么了 还不就是杜秀秀的案子 很多人都怀疑是你指使人在报复 虽然现在没有证据 但是我爸他们还是很有压力的 一直暗中还在查 虽然你没有作案时间 但是怕你派了人去 杨如柳如实说道 我没有做的事情也不怕什么 让他们去查就是了 吴凡淡然地说道 杨如柳肯定地笑道 那是当然的 我们还不相信你吗 不过现在最为关键的是要找到那十人强奸杜秀秀的人 否则你也一直会是个嫌疑人的身份 那就找吧 我相信现在要找犯案的人 应该比较容易 因为到处都有监控 我就不相信他们十个人来无影去无踪 吴凡笑了笑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我们总觉得 这个先是设计让杜秀秀陷害你 现在又还想嫁祸于你的人心智一定非常高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所以一时之间要找到那十个人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对了 吴凡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早点帮警方把他们找出来 吴凡摇了摇头 但是接着说道 我是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可以找一下你家姐妹 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 可以复原那十个人在现场的场景 杨如柳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地说道 对呀 我之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你去给你家姐妹说一下 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 如果能把当时的场景直接复原 那就什么都一清二楚了 好 我现在就去找他们 吴凡当机立断 这个时候你家姐妹都正在公司里面上班 所以吴凡也没进家 而是和杨如柳一起下山 杨如柳是要去警局值班 哎呀 吴凡 你来了 看见吴凡走进来 你这小三非常兴奋地叫了一句 并且直接冲过来 一把搂住了吴凡 你干什么啊 小三 吴凡是有老婆的人 这样搂搂抱抱的多不好啊 你家老大瞪了他一眼说道 且 我们这只是浅浅搂抱一下 这是我们之间感情的象征 有什么关系 在外国见面 都还要行亲文理呢 大惊小怪 你家小三不以为然 不过 吴凡还是巧妙地把他推开了 毕竟你家小三也是一个成年的女人了 身体也那么饱满 跟自己搂抱在一起 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刺激的 男人还是要注意保护自己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刺激 以免犯错 吴凡 你怎么来了 找我们有事吗 你家老大笑了笑问道 是这样的 哎 那个杜秀秀被轮奸之后精神病发作的事情 你们知道吧 我刚才被他的父母哀求去替他治病 虽然他现在的精神病已经治好 但是完全失忆了 已经记不起以前的事情 那是他自找的 活该 老天爷在帮你报复他 你家小三大大咧咧地喊道 谁让他陷害我们无凡呢 天怒人怨 你家老二也接着说道 对 那是报应 我们都听说了他的事情 他非常惨 被那十个男人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而且精神受到强烈刺激后错乱 完全是疯了 幸好能遇见你帮他治好 要不然他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 不过失忆了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件好事 因为能忘记那种轮奸带来的痛苦 同时他也应该不会再害你了 因为他根本不记得和你的恩怨 这对你们大家来说 都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吴凡点了点头 略有一些遗憾地说道 只是因为有人怀疑 那十个人是我派去报复杜秀秀的 所以在那十个人没有找出来之前 我一直都是嫌疑人 因此 我现在来找你们就是想看看 你们有没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 可以还原现场 这样的话 就能把那十个人找出来 我也就能很快洗彻底地 洗清嫌疑 听了吴凡的话 你家姐妹三个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之间还真没有想到解决办法 大家沉默了一会后 你家老大说道 吴凡 这件事情是关你的清白 所以一定要把那十个犯案的人抓回来 我们待会一起来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想到解决方案 吴凡点了点头 非常高兴地说道 好了 大姐 那就辛苦你了 你们有时间去研究一下吧 我就先回去了 好好 你回去吧 我们等一下 就一起来想办法 吴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转身离开了你家姐妹的开发部办公室 哎 吴凡 你回来了 我正要找你呢 刚到公司门口就碰见了范水冰 范水冰很是惊喜地打招呼 冰冰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吴凡一脸疑惑地问道 是这样的 明天就是3月12号植树节了 我们桃园实业公司和村长填生书商量一下 准备一起搞一个大型的植树节 明天上午8点开始 一直忘记跟你说了 明天你有时间一起去种树吗 可以啊 我一定会抽时间参加这种活动 立国立民 非常好 吴凡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嗯 公司的人我都已经通知了 然后今天回去 你在四合院家里说一声 看一下明天有时间的 都在8点到公司门口集合 我们统一去植树 吴凡回到家里后 跟爸妈等人说了一下 明天参加植树的事情 吴大海他们都非常高兴 说道 可以呀 以前我们每一年这个时候 都是要植树造林的 没想到范水兵对这些还非常重视 还组织大家一起去 我们也去 第二天上午8点 在桃园实业公司门口 聚集了大约有上千人 这里有桃园实业公司的员工 也有桃园村的村民 还有不少的游客 范水兵在台上说道 今天是植树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所以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不能忘记我们的植树造林 特别是我们现在搞了一个桃园家具厂 要砍伐不少的树木 大部分是非常有经济价值的红木 所以我们在赚钱的同时要及时的补种 并且要多种树 因为每种下一棵树都是以后赚钱的一个手段 更加是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环境 今天我们组织了公司和村民来一起来参加这个植树节 同时我也非常高兴 在我们的活动倡议发出来之后 有很多的游客也报名要参加 一是对桃园实业公司 对这个社会做点贡献 另外也是体验一下种树 因为好多生活在城市的人是很少有机会种树的 我们桃园旅游 追求的是对山水风光的欣赏 还有一个就是游客的体验 今天是参与植树 同时我们桃园村还保留了大量的农业项目 比如擦田啊 除草啊 收割水稻这些到时候都会邀请游客来体验 泛水冰讲完话之后 公司员工和村民还有游客 兴高采烈地拿着工具和树苗走进了植树的范围区内 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大家心情非常好 一路上有说有笑的 咦 吴凡看了看身边 有些疑惑地说道 我看大家都来了 怎么没看见你家姐妹呢 他们呀 范水冰笑了笑说道 他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都没回家 都在公司里面的 说是你安排了有特殊的任务 你好像都没跟我说 哦哦 吴凡略有一些难为情地说道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确实给他们说了一下 看能不能有什么高科技复原犯罪现场 没想到他们一个晚上都在研究 真的是叫都不用睡了吗 既然是你的吩咐 他们肯定会全力以赴地去做 没有做好 睡觉的心思都没有 这点我能理解 像以前研究那些什么心灵感应器啊 还有什么恢复神器都是一样的 通宵达旦地去做 范水冰笑了笑说道 对 他们做事真的是雷厉风行 我非常感动 等下种玩术我去看一下 慰劳一下他们 吴凡很是欣慰 吴凡很快就把自己领的几棵树苗种完了 虽然要种的面积有那么大 但是上千个人同时种 所以一个人其实也不是很多 他看见旁边有一家三口正在种树 欢笑声想个不停 于是就走了过去 这是对年轻的夫妻带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子 为了锻炼小孩子 年轻的夫妻很多时候都是指点小孩子怎么做 让小孩子亲自动手 怎么样啊 小朋友 种树好不好玩啊 无凡走过去打招呼 好玩啊 这是我第一次种树 有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 我觉得很有意思 多种树以后这个环境会更好 天更蓝 空气也更好 我以后会更加喜欢在这里玩的 小孩子用略显嫩智的声音回答 是吧 太好了 你这么小年纪就有环保意识 你爸妈真是教育得好啊 无凡看着年轻的父母说道 年轻的父亲说道 对 来到桃园村我非常有感慨 真正的绿水青山就是银山 你看这个桃园村 现在多好玩啊 每个人来到这里都那么开心 感觉倒是来到了幸福的天堂 而这一切离不开大片的原始森林 离不开这些保存很好的植被 所以听说这里要搞植树节活动 我们就特别激动 赶紧报名参加了 一是让孩子体验一下种树 另外就是让他知道 美好的生活是创造出来的 哈哈 大哥你好有文采 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我们就是要让农村持续健康绿色发展 无凡笑了笑说道 旁边年轻的妈妈也说 我真的很羡慕桃园村的村民 和这个桃园实业公司的工人 在这么舒服的地方工作生活 还有那么高的工资 可怜我们在城里累死累活的一个月 也就那么多钱 以前我们还有点优越感 因为农村里面太差了 和农村相比 我们过得真的太幸福了 如今在桃园村玩了一个星期之后 我才知道桃园村才是真正的人间天堂 我们那城里人不过是自以为是而已 是吧 喜欢我们桃园村 那就多玩几天吧 吴凡听了非常开心 对 我们以后 只要有假期就到这里来玩 这里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都非常有意思 年轻妈妈非常肯定地说道 好啊 欢迎欢迎 吴凡随即又和别的游客聊了聊 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了解游客的心思 对于以后的旅游项目 特别是亲自体验项目等 可以有更好的规划 在种完数回公司的时候 范水斌是和吴凡并肩走着的 他想了想说道 对了 吴凡啊 明天我们搞了一个桃园家具展销会 就在神桃园洞广场那里 想邀请你讲几句话 你愿不愿意啊 吴凡摆了白手道 讲话就不要了吧 你们讲就可以了 我要保持低调 不要轻易露面 要不然怕有危险 吴凡笑了笑 那行吧 你就在旁边默默地看着吧 有你在 大家心里更加踏实 虽然吴凡不准备在家具展销会上讲话 但是他对这次展销会还是非常重视 于是在第二天早上的七点多 就已经到了展销会的现场 现场已经有几千个游客在那里欣赏着 桃园家具公司生产的红木家具 呀 吴凡 你来啦 正在那里忙碌着的两个女孩子 看见吴凡后赶紧朝他跑了过来 兴奋地打招呼 哦 春妮姐 阿芳姐 辛苦你们了 怎么样啊 吴凡指着家具问道 这两个女孩子 一个是桃园家具厂的经理彭春妮 就是桃园村人 另外一个就是桃园家具厂的销售经理阿芳 外地人 他们俩都是以前在一个公司打工的 是好朋友 非常好 现在我们的展销会还没正式开始 就已经有十几个客人 订了几套家具了 很多第一次来的游客 看见我们这些家具都激动得不得了 说在外面很难看到 有这么真材实料的家具 而且那么朴实 低调中透露出无尽的豪华 彭春妮有些激动的说道 好 好 现在我们的家具订单怎么样啊 家具厂的生产怎么样 吴凡继续问道 这些事情平时都是由分公司的经理和饭水斌 他们具体去负责的 吴凡并没有每一个公司的具体情况都去详细的了解 说到销售自然就是 由销售经理阿芳来回答 阿芳在以前那个公司 就是负责销售的 非常有经验 他脸色通红 非常激动地说道 我们的桃园家具 现在已经畅销全国 甚至已经出口到国外了 因为我们都是直接一手销售 没有中间商 而且本身就是按照你说的 伯利多销要的原则 所以并不是很贵 而质量却是一流的 因此非常受欢迎 现在生产还是有点困难 就是产量不足够啊 是吧 太好了 一般来说是 有产品 但是销售不出去 才要搞展销会 那我们这次的展销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吴凡问道 主要是推广我的品牌 让更多的人知道 桃园家具厂生产的红木家具是真正的 一流 家具 这样以后 我们产能扩大了也一样的能有销路 这也是未雨绸缪吧 先打好基础 然后再扩大生产 不错 行动思想超前 你真的很有营销手段 佩服 吴凡对阿芳竖起了大拇指 强将手下吴若冰 吴凡你那么能干 那么轻松就能掌控大局 我们当然不能太差劲了 跟你学习 阿芳笑了笑 好 你们忙吧 我就随意走走 吴凡朝他们挥了挥手 转身离去 吴凡最喜欢做的就是深入基层 深入到群众中去 这样才能真正的了解到 一些平时所不能了解的东西 现在有一些做决策的人就只是坐在办公室里 用屁股就做出了决策 结果让百姓苦不堪言 因为完全脱离了现实 比如最近某个地方的领导就决定要拆除管辖范围内的所有灯光广告牌 说是光污染 百姓就是怨声载道 妈的 光污染 那太阳光也有时候很刺眼的 要请夸父来射掉它吗 很多客人并不知道吴凡是桃园实业公司的人 以为他也是来旅游的 所以他们在欣赏那些红木家具时很随意地说道 这桃园家具厂生产的红木家具真的是好 完全是真材实料 而且做工精致 应该是木匠手工做出来的 你看整整套家具里面没有用一个钉子 都是用那种损毛结构 非常的密实 没有一丝一毫的松动 这种木匠的工艺应该可以算是非物质遗产了 要保留下来才好 另一个人也复合到 对 我也是感觉到这种红木家具确实太好了 一是真材实料 二是手艺精致 而且第三个原因就是便宜 我感觉到如果是在我们城市里面 有这么好的家具的话 售价至少要贵十倍 所以说桃园实业公司的管理层真的很有头脑 好佩服他们 一个偏远 山村公司能搞得那么好 真是厉害 要是他们不搞直销而是有代理的话 我们要是能拿下他们的代理的话 一年都不知道赚多少钱 即使加价十倍 我相信都很容易卖出去 他们还会供不应求 确实是这样的 你看桃园村虽然有几十万亩的原始森林 但是真正能用做家具的红木本身就比较少 而且他们的原则就是要合理开发 并不会合则而鱼 一下子把红木全部砍光 所以产量肯定会有限的 也就用不着代理 范水斌这个人真不简单 一个女孩子管理 这么大的一家公司 而且听说公司的效益非常好 每个人的工资奖金都非常高 可惜我们不能在这里上班 要不然一方面拿到高工资 一方面在这天堂般的景区里住着 多舒服啊 一切都是天意吧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山不转水再转 以前 我们城市里都是看不起农村的 觉得农村太落后 和城里是两个世界 而如今农村搞得那么好 真是没有想到 听了他们的谈话 吴凡还是非常高兴的 不过他也知道 像桃园村发展这么好的农村 在全国还是少数的 大部分农村 还是像以前的桃园村一样 还是处于贫穷落后 农民还是处于社会的最低层 没有任何的地位 现在自己带领桃园村 甚至是整个天水线都富裕起来了 农民在别人眼里 也不再是贫穷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了 但是全国其他地方呢 想到这里吴凡就决定了 要加速推行 今年在楚州市实现 农民互助会和桃园实业公司 普及的目标 对了 前段时间 姜薇说要进驻 楚州房地产市场 吴凡还在说 他比自己的桃园实业公司 和互助会动作还要快 不知道他们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于是 吴凡马上就拨打了姜薇的电话 只不过姜薇的电话 却有语音提示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吴凡心里有些疑惑 这个姜薇为什么会关机呢 于是他就接着拨打了 姜薇秘书小雅的电话 吴凡你好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见是吴凡打来的电话 秘书小雅非常激动地说道 哦 我是想问一下你 你们现在怎么样 在哪里啊 威哥的电话怎么关机了 吴凡非常直接表明了 自己的意思 我们现在在楚州市 姜薇跟一个朋友出去了啊 是不是手机没电了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关机 哦 你们已经在楚州办公了吗 是啊 哎 小雅在回答的时候 长叹了一声 你怎么了 事情办得不顺利吗 吴凡听出来了他的语气不对 于是赶紧问了一句 是啊 吴凡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一次我们来楚州市 非常的不顺利 我们原来想着到这里 来租一套楼房 来做办公楼的 可是几乎所有的人 都不租给我们 他们只要听说 我们是桃源地产的人 甚至是之前答应了的 都会马上改口说 哦 忘记了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我们找了十几个在外面贴了出租广告的人 他都答应得好好的让我们去看楼 看楼后我们也满意 然后就要签合约 签合约之时 因为我们是要用公司的名义签的 结果他们看见公司名后就说 啊 你们是桃源地产公司的呀 之后就马上就改口不租了 那边的小雅也是如实说的 啊 怎么会这样 吴凡非常意外 他心里想到 不就是租一个房子吗 在城市有的就是房子出租 而且那些房东出租房子 就是为了赚钱 谁住不是一样呢 再说桃源地产公司也不是差房租的人 不知道 但是我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担忧 会不会是有人在背地里搞鬼 就是不让我们在楚州市立足 因为他们觉得 没有人敢租房子给我们 我们就没有办法立足 那边的小雅悠悠地说道 搞鬼 难道是鸟大地产公司吗 吴凡马上想到了这一点 一般要搞鬼 肯定就是有目的的 桃源地产公司进驻楚州 吴凡早就料到了 可能会让鸟大等地产公司 感觉到动了他们的脸了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我也有这种担忧 所以我也跟威哥说了 他似乎暂时也没有办法 不过幸好今天终于还是租到了一套房子 现在我们已经在布置了 过两天就可以正式办公了 小雅似乎松了一口气 哦 那这套房子是租哪里的 吴凡感觉到有些奇怪 如果真的是鸟大公司通知那些人不能租房子给桃源地产 为什么还有人敢不听他们的呢 难道是他们通知漏了 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租给我们的 以前我们也找过他 因为他也打了个广告 但是之前他也是说不能租 后来我们无意间又拨通了他的电话 然后说了一下我们找不到房子之后 他竟然就答应了 那他有没有说什么原因之前不同意 现在就同意了 没有 他就说之前没考虑清楚 现在觉得反正有钱赚就可以了 威哥也是很高兴 于是马上就把合同签了下来了 那行吧 也可能不一定是他们在搞鬼 说不定是我们想多了 只是一些碰巧的原因 既然租下来了就好 那你们就安心搞吧 吴凡说道 好的 吴凡 谢谢你的关心 我们一定会搞好桃源地产公司的 你放心吧 小雅似乎也恢复了自信 挂了电话之后 吴凡心里其实还在想着这件事情 一个地级市里面要出租房的人肯定会非常之多 为什么姜薇和小雅却找不到房子租呢 不是找不到空房子 而是人家听说 他们是桃源地产公司的人之后 才改变主义不租给他们的 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单位想要控制全市的出租房 那绝对是要有很大能量才能做到 是不是真的有人在背后操纵 不让业主把房子租给桃源地产公司呢 如果是那就证明针对桃源地产公司的幕后黑手就要开始了 而最有可能下黑手的人应该就是鸟大地产 因为以前和桃源地产就有恩怨 而现在桃源地产进军楚州市场 一定会对鸟大的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 甚至让他们在楚州市待不下去 所以对桃源地产下手 可能是他们一定要做的事情 吴凡略有一些担心 怕姜薇不能应对这种事情 毕竟前段时间姜薇还在公司的例行会议上提出了他的担忧 就是说去楚州进军房地产市场 怕惹怒鸟大公司和百科地产等大地产公司 当时吴凡跟他说 叫他有什么问题跟自己说 自己会去应对 现在桃源地产公司在进军楚州地产的第一步 也就是租地盘做办公室就遇到了重重阻碍 说明鸟大公司对桃源地产的狙击有可能已经开始了 而到现在 姜薇还没有向自己报告 似乎还能应对 但是吴凡就是担心他可能不太敏感 没有发现危机已经降临 那边挂了电话的小雅也是愁眉不展 因为他想起这几天租房的经历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那些房东自己都在外面打了广告说要出租房 但是当小雅找上门跟他们谈好了 甚至都要签合同了 只要一看见是桃源地产公司 他们全都变卦了 甚至还有一个业主明目张胆地说 要租房给你们也可以 你陪我睡一晚 小雅并没有把这些告诉姜薇 因为他知道以姜薇这个曾经混黑道人的性格 在知道对方竟然威胁自己的秘书后 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 这是一个天水小县城的地产商来到楚州市发展 还是要以何为贵 所以能忍则忍 不过他也担心 就算自己再忍 总有一天也会被逼走上绝路 毕竟整个楚州市的房东 集体拒绝自己租房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小雅知道这一栋房子能租下来 也是一个男人 似乎很同情他们 最终下了决心才租给他们的 记得那个男人 看见姜薇时就说道 我就看出来 你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很有江湖义气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把房子租给你 不管有什么后果 我都租给你 姜薇也就是因为他这句话大受感动 所以在把房子租下来后 交给小雅布置 他就去请那个男人喝酒去了 因为小雅太过漂亮 所以姜薇一般也不带他出去 怕别的男人看见他感兴趣 而提出一些不能接受的要求 以致发生争端 自从姜薇跟了吴凡 把自己的地产公司归并到桃园实业公司后 心态也起了变化 变得更加善良了 处处会替别人考虑 小雅看了下时间 见姜薇去吃饭 已经几个小时了 还没有回来 而且手机也一直关机 心里更加不安 只是他并不知道 在他为姜薇焦虑不安时 姜薇却正在花天酒地之中 来 薇哥 今天虽然是我们第一次相识 但是我却感觉到和你似乎是就有重逢 特别得高兴 认识一下 这个是我的表妹叫和师 在姜薇进入包厢后 那个房东男人起身和他握手 同时指着旁边的一个女孩子说道 薇哥 你好 那个女孩子非常甜甜地打招呼 一脸笑容 并且主动走过来 招姜薇伸出了手 你好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们 姜薇握着她的手 非常兴奋地说道 自从跟了吴凡之后 她也决定契恶从善 所以也很少去花天酒地了 更加不会主动去找女人 这次这个房东的表妹 主动朝自己握手 摸着她那柔软细嫩白皙的小手 姜薇再一次感受到了女人的魅力 她觉得和女人在一起 尤其是和漂亮且身材又好的女人在一起 真的是男人的一种最极致的享受 想到这里她忍不住多看了房东的表妹合十一眼 她心里感叹道 这个女人真漂亮啊 真不知道怎么形容 形容过火了也不行 怕涉黄 反正就是非常的漂亮 是男人看见了就会有一种冲动的感觉 薇哥 我表哥说 今天要带我来认识一个非常帅的副哥 我还以为她开玩笑 现在看见你 我就觉得她真的是说话最靠谱的一次 你看上去不仅那么帅气 而且眼神还充满了善意 那个女孩子笑嘻嘻地说道 是吗 很少有人说我帅 说我高且富得倒是不少 姜薇有些得意地笑了笑 今天你就见识到了 看见你 我是真的很高兴 有一种见到老朋友的感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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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薇哥请坐 请坐 何时有一点殷勤地拉着姜薇的手 来到了酒桌边上 薇哥 你好 薇哥 你好 这时另外几个坐在桌子上的人 也赶紧站起来打招呼 房东男人赶紧介绍道 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都是心地善良之人 他们也是特别喜欢讲义气的人 所以听说我要请你来喝酒 都跟着我一起来了 被别人口口声声说讲义气 说高富帅 姜薇免不了有点飘了起来 他笑呵呵地说道 很高兴认识各位啊 今天大家吃好喝好 全部算我的 不好吧 说了是我请客的 怎么能算你的呢 那个房东赶紧反对 也是哦 姜薇挠了挠头 然后看了看房东的表妹和诗 说道 要不这样吧 这饭钱 酒钱还是你请 我就不跟你抢了 但是吃完饭之后 我请大家去唱歌 大家就不要推辞了 好好 我最喜欢唱歌了 薇哥 到时候我陪你去 和诗 第一个表示赞同 姜薇非常开心 他之所以那么大方地邀请客 不就是因为和诗在吗 其他的那些男女 当然没意见 一个个非常兴奋地说 谢谢薇哥 谢谢薇哥 人逢喜事精神爽 精神爽起来喝酒也就很随意 那个房东和他的表妹及其他的人 似乎都把姜薇这种混社会的人当成英雄了 一个个对他非常崇拜 不停地敬酒 其实这个社会的精神导向也确实有问题 很多人都把混社会当成是一种荣耀 把做过劳当成是一种光荣的经历 笑评不笑 畅言是其中的一种 反正只要你有钱 而且有很多男朋友 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 可以轻松驾驭男人 薇哥 今天能认识你 我们非常高兴 以后在楚州就指望你照着我们了 来 我们再敬你三杯 那个房东在喝了十几杯酒后 再一次举起了杯子 客气了 客气了 我们以后就是朋友 你们有什么事尽管找我 到桃园地产公司楚州分公司来找我 我会随时为你们两肋插刀 姜薇非常豪爽地说道 太帅了 房东的表妹在旁边一脸崇拜 一脸激动地说道 薇哥 你这个样子真的好帅 好像那些真正的大哥 以后我就靠你照着了 好啊 合适 你以后有任何的问题 只要打一个电话给我 我就会飞奔到你的身边 随时为你提供帮助 姜薇拍着胸脯说道 太好了 薇哥 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要是我以后找的男朋友 有你一半那么帅就好了 合适像犯了花痴一样 一个手压着姜薇的肩膀上 脸凑在他的耳边 笑嘻嘻地说道 不知道是喝醉了酒 还是一时之间晕了头 或者是被美色迷倒了 总之姜薇在那一刻竟然说了一句 要是能找到你这样的女朋友 也是我的荣幸啊 刚好我也没有女朋友 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 你没有结婚啊 何师非常兴奋地看着她 对呀 我虽然又帅又高减成高富帅 但是可能没有女人缘 所以直到现在也还是光棍 单身一个啊 姜薇似乎非常感慨地说道 哈哈那太好了 表妹 你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薇哥 你看你自己也说了 他是真正的高富帅 而且还是钻石王老五 跟了他以后 你又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那个房东也是很开心地说道 表哥你说什么呢 人家是高富帅 我是挨小丑 你就不担心人家看不上我吗 你这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 我会很没面子的 何师有些扭捏地 撅了撅嘴说道 哈哈 房东笑道 你问一下 薇哥看他什么意思啊 现在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都是有身份证的人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怕什么呢 对 姜薇点了点头 我们都是混江湖的 有什么说什么 讲究的就是江湖豪气 何师 如果你真的不反对的话 我愿意把你当成女朋友 姜薇说这话的时候 一点没有脸红 心跳也没有加速 似乎他说的是真的一样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 自己是有老婆 有孩子 是有家庭的人了 男人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在女生面前 就会忘乎所以 薇哥 何师一脸撒娇的样子 依偎在了姜薇的身上 这个样子 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女人 在男友面前撒娇的样子吗 姜薇见房东男人 和其他的人都没有反对 就本能地伸出手 搂住何师的肩膀说道 哈哈 何师 你放心 哥以后就对你一个人好 最久乱性用在姜薇身上 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最卧美人息 行长下全 或许正是姜薇这种闯江湖的人 最想得到的一种结果 走 我们酒醉饭饱了 现在去唱歌去 在吃完饭后 姜薇搂着何师的肩膀 笑嘻嘻地朝大家打招呼 走吧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反正薇哥是桃园地产公司的老板 也不差这几个钱 我们不去就是不给他面子了 一起去 房东老板朝那些兄弟姐妹们挥了挥手 一行十几个人就来到了酒店的六楼 也就是夜总会 姜薇非常豪爽地开了房间 然后还让妈咪带来了几个小姐 让那些没有女伴的男人找来陪喝酒 有女人陪着喝喝酒 然后尽情地唱唱歌 再搂着小女人跳下舞 这是多么惬意的人生啊 在灯红酒绿之下 纵情迷离之时 姜薇是彻底地迷失了本性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用在她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 哎呀 薇哥 我不胜酒力哀 想早点回去休息了 晚上的十二点 房东男人揉着太阳穴 对吴凡说道 显示是醉得不清 好好那你回去吧 非常感谢啊 要不是你租房子给我 我们在办公室都要流落街头 谢谢 谢谢 姜薇朝她挥手道 房东男人一走 她的那些朋友肯定一起跟着走了 大家都招姜薇挥手再见 他们似乎都忘记了 还有一个表妹和师在那里 没有一个人想着要把她带走 和师 我们也要休息了吗 姜薇搂着和师 在她耳边温柔地问道 嗯 我也要准备回去休息了 我表哥这些臭男人走也不记得叫我 我都忘记了要回去了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了 怎么办啊 和师一脸为难地说道 没关系啊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我对你真的是一见钟情 我们开房去吧 姜薇非常直接地说道 你坏死了 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 你就说要去开房 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女人了 和师轻轻地捶了姜薇一下 不过 她的这种表情 这种状态 就好比那些已经进入状态的女人说 不要 不要一样 姜薇这个老江湖自然懂得这些 这个时候的女人 并不是真的反对自己怎么样 而是一种羞涩的本能 这个时候男人千万不能说 我尊重你 我尊重你 于是就放弃 那是一种可悲 也是对女人的一种不了解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在这个时候也会得到最好的体现 在这个时候 说尊重女人的好男人 最终都会被女人唾弃 而不顾女人的反对 强行动手的男人 都会在暗地里被女人喜欢 姜薇自然是一个坏男人 他一把搂紧和尸 然后伸手就在他身前揉搓了一下 笑嘻嘻地说道 走吧 我们开房又不做什么 只是聊聊天谈谈工作而已 现在好多人谈工作 都是在酒店里开房 走吧走吧 一边说着一边用了一点力 搂着他往门口走 和尸开始还扭拧了几下 但是后来似乎拗不过姜薇的力气 只好被他拖着走 趁着酒静 两个人很快进到了房间 一个女人 愿意单独和你相处的时候 证明就是对你非常有好感 还当他愿意和你去酒店开房的时候 什么都别说了 他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姜薇一个老男人 怎么会不知道这些 所以进到房间没有多余的话 他直接把和尸扑倒在了床上 好舒服啊 半个小时之后 姜薇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摊开四肢躺在床上 一脸满足地看着身边的和尸说道 薇哥 我们能结婚吗 和尸双眼迷离 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结婚 姜薇身体一震 脸色大变 结婚 怎么可能 自己可是有老婆的人啊 也就是这一刻 姜薇似乎瞬间清醒 也许是因为时间的流逝 酒精过去了 也许是因为刚才一番激烈的运动 把体内的酒精挥发掉了 所以脑子也清醒了一点 我的天啊 自己可是有老婆的人 怎么能轻易地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呢 要知道现在的女人都不简单 真正是因为感情和你发生关系的比较少 一般都是别有用心 特别是见面第一次就发生关系的 更加危险 发生过关系之后 她有什么要求你都只能满足 否则后患无穷 她要你给钱你敢不给吗 她要你给她升职你敢不升吗 没有满足她的要求 她随时可以告你 就算到时候调查清楚了 你不死也要脱层皮 而且有些事情 如果对方处心积虑去做 是很难还给你一个清白的 你只能被冤枉在监狱里住上几年 在男女关系方面 女方始终站着主导地位 因为男方是很难通过这样的事去要挟别人的 于是她赶紧支支吾吾地说道 这是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唉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威哥 你都说了要把我当女朋友的 你不会只是骗我 只是玩玩而已吧 何时拉住了她的手 似乎有一些紧张地看着她 啊 不会 不过我真的有事 我们过两天再约吧 姜薇赶紧穿衣服就想溜之大吉 不过她也不敢太明目张胆了 所以也用些好话来安慰和失 咚咚咚 这时 酒店房间的门被人大力地敲响了 谁呀 敲这么重 没礼貌 姜薇不耐烦地叫了一句 此时此刻她心里想的东西很多 突然被别人这么暴力地敲门 当然会不高兴 然而就在她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 房门却突然间被打开了 你们怎么回事啊 私自开客人的房间 姜薇看见开门的是服务员时大怒 都别动 都别动 就在这时 四个治安人员闯了进来 其中还有两个是女的 她们瞪着姜薇和和失 威严地喊了一句 啊 这是怎么回事 姜薇脑袋轰的一声响 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啊 更加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自从跟了吴凡之后一心向善 只做对百姓有益的事情 为何治安人员会找上门来 而且还是暴力开门呢 我们接着举报 说在房间里面有人出轨 看来举报是真的 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 一个治安人员亮出自己的证件 对两个人说道 出轨 出什么轨呀 我们这是正常的交往 男女朋友之间算什么出轨呀 而且就算出轨 也轮不到你们治安人员管啊 出轨又不是犯罪 难道是你们管的吗 姜薇大言不惭地说道 出轨不是犯罪 治安人员冷笑道 你还记得以前的老黄历吧 是不是一直在罪生梦死 没有清醒过来呀 以前出轨确实不是犯罪 最多只是可以道德谴责一下 很多的男人在面对自己的老婆出轨时 都只能忍气吞声 没有半点什么可以作为的 但是现在不同了 出轨罪已经在几天前实施了 你现在还不知道吗 啊 姜薇脑袋轰的一声响 我的天啊 出轨是犯罪了 啊 对呀 这还是桃园实业公司的 法律顾问张曼玉等律师一起推动的 实施都已经好几天了 上一次吴凡就因为杜秀秀陷害他 强奸和出轨在一起 被拘留了几天 差点要被判刑坐牢的 我的天啊 怎么会忘记这一点 该死 该死 姜薇这十九已经全醒了 想到可能的后果 后悔不已 这时 那个和施对治安人员说道 出轨罪不是指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和别的人 发生关系才是犯了出轨罪吗 我又没有结婚 威哥也是单身 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 怎么能够和出轨罪产生关系呢 你是不是单身 我们还要调查 但是我们接到举报 这个姜薇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她在酒店跟别的女人开房 不管这个女人是不是结过婚 她都已经触犯出轨罪了 所以麻烦你们两个都跟我们回去 协助调查 啊 和施瞪大眼睛看着姜薇 声音颤抖地问道 你 你竟然是已经结过婚的人了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 我 姜薇声音接吧 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想要否认 可是却知道否认不了 因为如果没有绝对的证据 治安人员是不会擅自闯入 可是要自己现在承认 是结过婚的人 是在出轨 她也没这个勇气 因为她知道一旦承认了 就要失去人身自由 就有可能被判刑三年以上 哎 她在心里长叹一声 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一个老江湖居然会栽在这件事上 又在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上 犯了严重的错误 啪 和施抬手在她的脸上 重重地扇了一个巴掌 手指着她怒斥道 你这个畜生 明明有老婆有孩子的人 却跟我说 没有女朋友 你害得我好惨啊 你这个混账 姜薇 你这个畜生 你为什么会这样对我 你明明有老婆孩子了 却说连女朋友都没有 枉费了我对你的一片好心好意 骗取了我的身子 你太可恶了 警察叔叔 赶紧把他抓起来 让他坐几年牢 还要让他赔偿我的青春损失费 看见何施痛哭流涕地 在骂着姜薇 治安人员还是非常同情他的 于是对他说道 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他涉嫌出轨罪 他是一定会受到法律的严惩的 至于能不能让他赔偿给你 似乎你只能通过打官司了 按说出轨罪是一个重罪 但是却没有明显的受害者 因为被出轨的对象 往往像你这样 是你请我愿的 如果双方都是有配偶的人 那两个人同时都是犯罪分子了 找谁陪去 所以不仅结了婚 有配偶的人要洁身自爱 就是你们这些未婚的人 也一定注意 不要轻易在婚前和男人发生关系 特别不是能和不了解的人发生关系 现在你们都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吧 赶紧把衣服穿好 其他的法律问题以后再说 很快 江维穿好衣服被戴上手铐 戴出了房间 压上了警车 对于这种出轨案件 其实是非常容易查的 第一就是查一下当事人是不是已婚且婚姻存续期间 这个在民政局这些地方都可以查得到 所以江维有老婆有孩子这件事情 很快就搞清楚了 而出轨罪的定义就是 只要有配偶的人和配偶外的异性发生关系 除了被强奸 那就是出轨就是犯了罪 所以江维就已经是一个罪人了 出轨罪案情不复杂 警方当晚就找到了参与酒宴的所有人 包括和施的表哥等 他们都明确地说 在酒局的时候 江维是清楚地说出他没有女朋友 说让和施做他的女朋友 所以他就是在欺骗和施 同时通过调查和施 确定和施单身女性 所以和施是被骗 他并没有涉及到出轨 出轨的只有江维一个人 因此很快江维就以一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被送进了看守所 此时此刻的江维非常的懊恼 像是双打滴茄子一样 浑身无力蹲着在看守所的一角 他心里在想到 出轨罪这样的罪名是 要被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徒刑 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还有年龄那么高的母亲 如果自己做完劳出来 老婆孩子可能都已经成了别人的 而自己的老娘可能也没办法等自己送中了 人到中年 尚有老下有小 正是尽责任的时候 可是自己为了一时的那种冲动犯下了出轨罪 如何是好 会对家人啊 还有 吴凡对自己那么信任 让自己赌掌桃源地产公司 完全自主决定进军楚州地产市场的一切事情 可是自己竟然在刚到楚州 办公室都还没搞好时 就犯下了这种出轨罪 自己如何对得起吴凡的信任呢 自己出事之后桃源地产怎么办 谁能来帮吴凡搞好这个桃源地产公司 想到自己的家庭和公司 还有吴凡的信任 将微无比的痛苦 内心在滴血 男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往往会为一时的冲动 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 留下的却是长久的痛苦 和无尽的懊悔 像这种出轨和强奸罪行 往往就是那几分钟的快乐 而却要付出几年 甚至是一生的代价 事后又有哪一个男人会不后悔呢 如果有选择能从头再来 他们绝对不会在那巴掌 一块大的地方犯下错误 不是自己的女人就千万别动手 看守所里的姜薇肯定是一夜未眠 而与她相关的几个人 也还在替她担心 小雅在后来还拨打了几次她的电话 但是依然是在关机中 这就让小雅有一些担心 不过后来她想着姜薇是一个成年人 而且是生意场上的人 曾经天水县大哥级别的人物 交际也是很广 在外面喝喝酒 过个夜都是很正常的 也就没有太在意了 直接睡觉了 叮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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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 老婆 我问你 姜薇到底怎么回事 对面一个女人声音很大地说道 薇哥她怎么了 嫂子 薇哥怎么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小雅一脸不解地问道 治安人员刚才通知我了 她和一个女的在酒店里开房 已经犯了出鬼罪 被送进看守所了 你不是和她在一起吗 为什么不看住她 对面的女人非常焦急地大喊 啊 薇哥犯了出鬼罪 不会吧 我不知道啊 她昨天晚上是和一个人喝酒去了 我没有去 而且她的手机也是关机的 小雅非常惊讶地解释了一遍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 会调查那些补剧 连技巧的 双人补剧